大家好 我是蔡律师 我们这个视频的题目是 怎样取得EAD工作许可的加急 大家知道你在美国要合法工作 需要要不然的话你是美国公民 有绿卡 或者你有工作签证 像H1B O1 L1等等 或者你要有EAD EAD有多种 比如说留学生F1 毕业以后可以有OPT 有的人可以有OPT延期STEM 然后J2 H4 L2等等签证身份的人 也可以办EAD 另外就是交485以后 你同时可以交I765申请EAD 这个总体来说便利了申请人 你可以用EAD来工作 以前EAD提交以后 有的时候平均三个月左右就可以批 但是过去一年以来 这个时间比以前更长 好多人要四个月甚至更久 才能拿到EAD的批准 那么这样就有一些人比较着急 因为我要等EAD来工作 比如像有一些EAD 是不能够自动延期的 大多数像之前我们提到的这些 什么样的EAD能够自动延期呢 I485的 基于I485的EAD 如果你在过期前提交了延期申请 那么即使过期了 还可以继续使用 这样的话 你就可以避免这个gap 但是其他的EAD不行 所以对有的人来说 我虽然交了申请 比如说我不管有I485申请交了判定 还是有像转H4身份的I539 或者转其他身份的这样的申请判定 那我可以合法待在美国等结果 可是没有EAD我不能工作 我不好找新的工作 或者我现有的工作许可要中断 这样影响到我的工作 也就影响到收入 事业等等 是吧 那比较着急 那么在这里 我给大家讲一下 就是怎样来申请EAD的加急 同样 我们在其他视频里 在我们的文章里面 也有一些涉及到这方面 大家也可以参考 包括我们的微信公众号的文章 我们在美国攻略的网站上的文章等等 那EAD加急怎么做呢 你首先当然要申请要交上去 是吧 然后交上去以后 你要收到收据 有一个case number 那如果你没有收据 没有号码 那移民局的人怎么知道 你要加急哪一个申请 对吧 你收到收据以后 一般也要等一段时间 那我不能说我交了两个星期 怎么还没批 这个有点不合理 对吧 觉得这个unreasonable 那你需要等相当一段时间 比如说我已经等了两个月 三个月 像这样 然后呢 如果还没有批 那你可以要求加急 具体的呢 你可以先联系移民局 可以在网上联系 也可以打电话 网上呢 你可以在移民局网站 和这个IMA chat 在移民局网站的右上角 就网页上里有 然后呢 你也可以打电话 1800-375-5283 这个电话号码 我们的经验呢 一般打电话呢 效果可能更好一点 然后可能那样的接线源 要么是更友好一点 要么是更knowledgeable一点 但是呢 缺点呢 打电话有时候要等好久 你打过电话以后呢 先是会听到录音 听完录音以后呢 你可以跟电话里面说 info pass 然后他就会 给你接到有真人来接听 但是呢 一般不能马上 有时候要等20分钟 30分钟 40分钟 甚至更久 那你就等着就是了 听这音乐 这个等到的这个时间呢 会有人来接听 他会跟你要确认 你这个本人 姓名 住址 出生日期 case number 等等这些 那接下来 他会问你为什么要夹击 那你需要解释理由 如果光说 我好着急 好着急 这个不是移民局接受的理由 你要讲到 比如说 为什么我会面临 severe financial hardship 或者humanitarian purpose 这个reason等等 像这些 那如果需要呢 我们律所也可以帮助 提供这样的服务 如果是我们现有的 485的客户 我们可以免费提供这样的服务 但是呢 你看像前面 从节省时间角度嘛 那你可以等到 有真人接听了 然后你再打通电话 给我们可以安排三方通话 像这样 这也是给我们 给我们485客户的更多服务 如果你现在不是我们的客户 也没有关系 我们也可以提供付费的服务 然后这样呢 这个你可以通过三方通话联系到我们 可以帮助你 向移民局解释这个事情的urgency 为什么你需要加急 为什么你的加急需要批准 那这个事呢 分成两步 第一步呢 移民局的工作人员 他可以口头的同意 就是说你这个考虑 你这个加急的申请的要求 然后呢 他会给你一个number 在电话上 一般是T1打头的一个number 结尾呢 可能是MISC 也可能是TSC等等 像这样 然后 收到这个number以后 接下来几天内呢 你应该收到来自移民局的email 所以他也会问你email地址 好发email给你 email呢 会要求你提供supporting材料 你说你会遇到这个那个困难 你有什么证据啊 那你回复的时候呢 可以通过email通过邮件 也可以通过传真啊 把你说到的这些理由 以及对应的支持证据发回给移民局 如果一切顺利呢 在接下来可能一周以后啊 那么你的ead呢 就能够取得批准 我们有好多客户已经通过这个办法 成功的获得了ead加级的批准 当然也有的人呢 一开始说 这个ead要是早批了呀 我感觉比较好 那这个不是移民局接受的理由 对吧 就类似这样的 你有的时候 所以这个要想好 你要有什么样的理由 以及什么样的相应的证据啊 那除了这个以外呢 其他的申请 比如说我转身份的i539 或者我移民申请的i485 或者我的i140 或者我的i129 或者其他申请等等 原则上呢 也可以用同样的办法要求加级 但是每一个呢 你需要有对应的具体的合适的理由啊 当然不是每一个自动都能够批准 那只能说你可以争取啊 如果说呢 你的理由和证据比较充分 那么就对申请呢 相应来说会有帮助啊 那我们看到呢 最近有好多人提交了 485的申请 然后同时也提交了EAD的申请 那这个当然是好事 但另一方面呢 这也造成了移民局处理的一定程度的积压 所以呢 如果你要想解决这个问题啊 那你可以考虑 如果等了一段 你的申请还没有批准 那怎么办呢 你可以联系移民局 当然也可以有别的办法 我们此前其他的视频也讲过 可以联系议员啊 可以找这个Ombudsman office等等 但是那些呢 一般来说都没有联系移民局来的直接 你可以先联系移民局 试图解决问题 要是解决不了 再想别的办法啊 总体来说 那我们这个视频呢 讲到的是 怎样争取EAD加级的批准啊 那如果有更多问题 可以联系我们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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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